近日香港爆發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工聯會於11月24日至26日 通過網絡問卷向香港市民發起調查 結果顯示 參與調查的18740名香港市民中 超過9成以上表示 贊成在香港推行強制全民檢測等措施 80%非常同意 同意有17% 總計有9成7的受訪者 非常同意進行強制的檢測 切斷社區的傳播鏈 第二條問題 我們有問到 如果要有效去控制疫情 亦都配合強制的全民檢測 我們必須要配合封城14日 而封城14日這個建議 我們總共有9成的受訪者 都是非常同意 同意我們這個做法 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解釋 檢測過後即使尚未確診 仍然有機會通過與人接觸 造成交叉感染 推行全民檢測 需配合封城措施 方可有效減少傳播 他強調 近期香港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 特區政府必須果斷推出相關措施 以更大決心帶領市民戰勝疫情 讓市民生活早日重回正軌 特區政府必須先出令 選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